十年间无常献血48次 从去年开始呢 他自费骑自行车到全国各地 宣传这个无常献血 所以被大家称作是唐山最美的理发师 今天冯波来到南京了 看看 一辆自行车一些换洗的衣物 再加上一个防潮店 这些就是冯波的全部装备了 冯波说行李可以简单 但有一样东西不能少 那就是十年来到处献血的献血证 应该是43个本 但是献血次数是48次 就有的本上是有两个 两次的献血记录 也有人质疑 也是为了那个造各地啊 他可能你凭嘴去说 他可能别人不理解这个事情 从2002年开始 冯波已经累积献血近2万毫升 这相当于四个成人的总血量 今年7月1号起 献血小板的时间间隔改为至少14天后 他更是在过去四个月里献了七次 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去体会一下 因为我现在十年了 我的身体还这么棒 既然献血了对你身体还没有害处 你还救人了 这是很理所能及的这个事情 人体的血液成分呢 它更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么比如说红细胞 一百二十天 它就可以在自我的身体内 进行一次代谢 而血小板时间更短 那么在正常的饮食 正常的身体的健康的情况下的话 进行科学合理的献血 对健康不会有任何的损害 冯波的骑车宣传活动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的 前两次分别到了哈尔滨和墨河 而这次的目的地是海南 可是昨天冯波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说理发店马上就要装修完了 想他这几天就赶回唐山 不过冯波表示 明天陷完雪后才会离开南京 接下来他会把自行车系放在南京血液中心 春节之后重新从南京上路 继续他的宣传行程 江苏城市频道